哈喽今天给你们看一个新世代家庭 所需要的一个特别简单的入门级的一个SUV OK首先咱们看一下它的前中网 实际上它这个是一个无边界的一个进气格山设计 它的进气格山和前杠是完全融为立体的设计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比较新颖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全LED的一个灯光 它这个灯光其实是全LED 包括远近光 包括它的一个流水的转弯灯 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比较好 并且它的日间行车灯 实际上是做了一个SWISE型的设计 并且它这个是在前缸最下方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很漂亮的 中间是它的ACS适应巡航的一个雷达 和两边的两个毫米波雷达 这个是它的车头的一个组成 我们从侧面看 它的视觉冲击力还真的很大 首先它标配的是一个 20到21英寸的一个轮圈 而这个轮圈实际上 在它整体的一个车的侧面来看的话 它这个轮胎的一个比例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样的话其实也 应了我之前说的 就是脚上无鞋穷半截的 这个21英寸的轮圈是顶配车型的 而它的入门版的车型 也标配到了20英寸 真的非常大了 而这个轮胎是26545R21 轮胎的品牌是马牌的MC6 这个马牌轮胎也更偏向于操控性 当然了它的胎造相对抑制的 不如其他的品牌好 其实侧面这个是一个 平出式的隐藏的 一个门把手 OK 往外拉 这个其实拉的手感也是非常好的 它整体的腰线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下面是非常整体的一个平面的设计 让这台车整体感觉真的很运动 非常运动化 它的转向灯在这个位置 而下面是倒车灯 而中间这个是后屋灯 这个是它的尾部的设计 而四处的排气 从后面看 其实它的视觉的冲击力 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并且四处排气都是真的 然后咱们在上座椅之前 其实我觉得特别要说 就是它座椅这个质感真的特别好 并且它的皮质是NAPA皮 然后里面的填充的这个海绵 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说法的 而这个海绵呢 坐上去的感觉 其实就有点像那种 日产的大沙发的那种感觉 而它这个座椅不太一样 是主价的座椅 两边有两个扬声器 而这个扬声器 就是所谓的一个头枕模式 上台第一眼 实际上就前面这三个连屏 第一个连屏呢 实际上上面显示的是车的胎压 然后中间这个屏幕是主屏幕 包括一些行车的信息 在这上面会有显示 以及它的ACC自射许航 它的导航等等等等 在这显示 并且这个显示的清晰度 然后第三个屏幕呢 这个可以显示成流媒体的后视镜 我们来按一下 OK 这个是那个流媒体的后视镜 而它的常规的后视镜也是有的 所以这两个后视镜 我觉得流媒体的后视镜 其实在我看起来 这个地方更清晰 在中间这块呢 还有一个大屏幕 也就是说这个车的屏幕 是四连屏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个在中间这个屏幕 我们先把它关掉 然后可以把它开导航 然后通过三指这么一滑的话 大家能看它这个导航 就到中间这个位置了 OK 其实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比我们去看中央的 这个大屏幕娱乐系统的屏幕 相比看中间 我觉得可能更安全一些 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方盘 方盘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传感器 探测传感器 而这里面呢 是一个摄像头 它实时来观测人的面部表情 以及人的人脸的识别 那通过人脸的识别 不同的人上这个车的时候 它会有不同的设置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就是能监测到 你开车是不是疲劳驾驶啊 会不会有没有犯困啊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车给我的开着的驾驶感觉 其实更多的应该是 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它的舒适度是第一位的 就是我开着其实非常舒服 它这个座椅有一个学名叫零重力座椅 也就是说你坐在上面 实际上 它更多的给你的是一个 就不会让你感觉到 哇 这个真的座椅好硬 或者说是完全塌陷下去的那种感觉 它更多的 其实一个是保证舒适度 同时还让你觉得 其实这个座椅还是挺转的 然后中间这块呢 应该是它的Eco Normal 以及Sport的运动模式 那这个是模式选择 以及它的360度影像的一个控制 在这个位置 而它的360度影像 其实它的清晰度 我觉得还是非常高的啊 然后下面这个位置呢 是挡伴前面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 如果要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可以无线充电 当然这个也只是高配车型才有 中间呢 是两个背拖 然后在这个背拖的前面这块 是两区自动和四区带锁的 这么一个控制区域 也就是说这个车实际上是配偶四区的 但是这个四区也仅限于 我们走一些非補装路面 走一些路况不太好的地方 但是真的去那种越野的路况 我觉得其实还不太适合的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后排啊 后排空间真的好大呀 刚才我坐前排 我把我的座椅位置 已经调到非常舒适的位置了啊 然后你们看一下我的腿部空间 哇塞 真的一拳两拳两拳多 那正常其他的很多朋友坐这个车 其实他的那个甚至能达到四拳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爽 然后呢 他的后排虽然是四区车型 但是他后排地台是纯平的 所以其实即便坐在中间的朋友 我觉得他对这个腿部的空间 以及他的乘坐体验来讲 也不会特别差 那作为一个家庭用车 我觉得从这方面的设计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车的一个感受啊 那如果你要对这个车感兴趣呢 我觉得你可以去4S店试驾一下 然后呢 我也会写一个非常更为详细的图文 你们可以搜索越野之道的各个平台的账号 可以能看得到 OK 拜拜吧 朋友们下期节目见